这是马六甲美食街 汇集各种风味的小吃 是游客必到之处 但留下的垃圾也多 有些好心 我们自己会丢 自己我们要把忙的手 让我们共同努力 打造一个更美丽的马六甲 环保教育刻不容缓 除了当容比拉拉师指挥 和固体废料管理机构 在当地推广环保之外 政府更增设垃圾分类战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如果有十个人里面 有五个人会细行动的话 九二九十就慢慢慢慢 就会灌输到这些人了 如果可以环保的意识 再推广再强一点的话 它可以分类到更清楚 如果马六甲的垃圾山满了的话 我们的垃圾就不知道要放去哪里 刺激志工更阻入人群 鼓励民众自言回收 减轻垃圾土埋场的负担 希望我们也是可以慢慢开始这个活动 大家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合作 然后地球就会少一份负担这样子 如果是大家都一起环保的话 就很干净很热闹 就大家吃得就很开心 只要随手一个动作 做环保从生活习惯开始 戴新闻 林慧珠 吕佳佳 马来西亚 马列甲报导 谢谢大家